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 先要搞清楚浪中附近的地形 蜀中北部有一道巨大的山脉屏障 由建门山脉和大巴山脉组成 把四川和北方隔离开来 这道屏障一共只有两个入口 第一个入口叫做金牛道 从汉中市出发 西行至缅县宁强七盘关郭广源 从建阁翻越建门山脉 进入川北平原直入成都 这是蜀中与外界交通的主干道 无论是秦代诸葛亮时代 还是现代G108 这里的地位都没变过 第二个入口叫做米苍道 这条路从汉中市出发 不必西行 直接南下经米苍山穿越大巴山脉 京南江八中抵达浪中 今天的S101 差不多就是沿着这条路走的 这条路并不好走 太平广迹里说 其路则深呼窍言 门罗摸石 一上三日而达于山顶 行人止速 则已更迈细腰 迎树而寝 不然则坠于身见 若臣黄泉也 可见通行能力很弱 所以无法取代金牛道的主干地位 但是通行能力弱 并不代表不能走 从地图上能看出来 朗中这个地方 恰好位于建门山脉 和大巴山脉的夹击之处 两条山脉延伸至此 山势转弱 海拔下降 逐渐从山脉过渡至丘陵地带 正式进入四川盆地内 而从朗中往南 选择就多了 既可以沿加陵江顺流而下 经南冲河川抵重庆 也可以西行南部三台 中江到成都 换句话说 朗中是米苍道的一个枢纽关卡 卡在了米苍道最关键的一个部位 它和间隔一样 是川北防御体系的两把锁 路由有两巨师 孤云两脚不可行 望云九井不可渡 前两个是米苍山中最险峻的两处关隘 后两个是金牛道中的至险之处 我们可以把米苍道理解为金牛道的一条辅路 一个辈分 它的缺点在于通行困难 优点在于路途相对比较近 历代鼠中与北方交通 平时走金牛道 即使都选择走米苍道 曹操打汗中 张鲁撒腿就往米苍道跑 杨贵妃吃的荔枝 正是米苍道南端的福灵所产 特快专地经米苍道和更东边的荔枝道 子五谷一路狂奔运去长安 可保新鲜 到了宋代 尤其是南宋 这条路更显重要 张骏守汉中 川东皆从此路进行补削 蒙古人往南打 米苍道也是必经之路 从蜀中防御的角度来看 剑阁和浪中是两个匕首之处 历代征战 米苍道都被视为必有分兵之处的防御要书 当战局发生变化时 浪中的重要性甚至还在剑阁之上 那么张飞在浪中的意义何在呢 建安十八年 刘备入川战役不顺 折了旁统 急忙征掉诸葛亮 张飞赵云入川 到了建安十九年 援军攻克了江州 然后一分为三 赵云走南路攻克江阳 前围绕袭刘彰后方 诸葛亮直奔落成附近的刘备本队 张飞则分兵去了浪中 以控制米苍道 这一个安排颇有些奇怪 川北此时已无刘彰之兵 分兵北上既无法合为成都 也起不到这户侧意的作用 张飞去那干嘛 事实证明 刘备或诸葛亮的眼光 看得相当长远 张飞北上去浪中的主要目的 不是对付刘彰 而是对付张鲁 张鲁当时统治着整个汉中 而且因为他的部署多是八人 所以连米苍道北部的八中地区 也在他控制范围内 刘备如果放任不管 一窝蜂全往成都跑 等于把几倍露出给张鲁 倘若张鲁南下浪中 在沿江到河江 江州就截断了刘备和荆州的联系 届时全军困死在蜀中 也说不定 在此时的战局里 浪中的地位已高于间隔 必须要派兵遮户 这才有了张飞分兵打浪中的安排 大局底定之后 张飞就地被任命为巴西太守 成为桑巴军团的第一任主教练 任务是继续防御北方张鲁 后来战局的演变 证明张飞去浪中 这步棋非常英明 建安22年 曹操入汉中 张鲁打不过 离开汉中 从米苍道 裹去了八中 刘备派黄泉去收编 可惜晚了一步 张鲁还是投降了曹操 曹操打下汉中之后 立刻给夏侯渊 下达了一个指示 进攻巴西 刘备听到这个消息的 第一个反应是震惊 他当时才跟孙权撕完逼 主力还远在京南 如果曹军大军压境 未必能抗得住 幸亏他安排了一个保险 张飞在浪中 一直没动过 成为抵挡曹军的第一道防线 给刘备争取回旋 调整观察的时间 不过刘备对曹操的战略意图 还不清楚 所以没敢回成都 而是带兵留在江州 他打的主意是 万一张飞守不住浪中 我从江州 可以直接退回荆州 如果回成都的话 浪中一丢 敌人江州一掐 我就完蛋了 夏侯渊派来执行 这个任务的是张和 张和一动 刘备登时放心了 张和没干别的 而是严密仓道 入侵巴西 巴东二军 把两军的居民 全都强制迁到汉中 这个举动 暴露了曹军的战略意图 不是入侵一周 而是防御汉中 张和的南下 不是进攻战略的指导 而是主动防御手段 搞清楚 敌人的战略意图 刘备彻底放心了 他下令张飞 从防御转为进攻 积极主动的 进兵当局 与张和 在瓦口大战一场 张和大败 张飞为此 还留下一块石刻 汉将军飞 绿京族万人大破贼手 张和于巴梦 立马乐明 成为张和 毕生的耻辱 经此一战 米苍之南 再无曹冰 刘备通过此意 意识到曹军 从战略进攻 转为战略收缩 这才下定决心 先回了成都积蓄力量 然后在次年 发动了汉中一战 由此可见 张飞从建安18年 到建安23年 一直镇守浪中 这期间绝非闲置 而是防御北方的 第一道防线 更是刘备的探测器 通过敌人 在米苍道附近的行动 可以判断 敌人的意图所在 进而影响到 整个大战略的执行 此后张飞 依然驻守浪中 汉中防御 居然被刘备交给了 一个无名小卒魏严 这太奇怪了 不让张飞守汉中 也就罢了 为何还留在浪中呢 我们来看一下时间 建安23年7月 刘备禁卫汉中王 12月关羽被杀 这个时候 刘备已经意识到 他与东吴必有一战 不让张飞守汉中 是因为接下来的用兵 重点不再是北方 而是东南 张飞作为最重要的 一支机动兵团 需要随时进入荆州作战 汉中距离荆州太远 赶不及 只有浪中才是 兼顾南北的最佳位置 北可以随时 为魏严提供支援 南可以随时沿加陵江 南下江州 占据长江上游 所以刘备起兵伐吴时 第一件事 就是给张飞下令 让他去江州集结 一直不让张飞离开浪中 是由刘备决议伐吴的 大战略所决定的 所以张飞守浪中 前期是为了防御北方 建安二十三年之后 是为了用兵东南 浪中的特别地理位置 注定了在蜀中 成为两个方向预备队的命运 反观诸葛亮时期 彻底断绝了 和孙权撕逼的念头 因此浪中 不再驻守大军 只在江州派了 李延监士 可见浪中虽小 却是蜀汉战略变化的 一个清楚的标识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